紅衣男子停下機車正準備踩青草 這時候一輛白色轎車衝了過來擋住去路 輝衣男下車拿著鐵棍就是一頓毒打 紅衣男抱著頭連忙跑進鄰居家求救 輝衣男不斷叫囂一路追了上去 原來隔壁正是紅衣男的家 而只出來被眼前場景嚇傻乾淨逃回家中 被打到頭破血流的紅衣男 跑回家不停呼喊家人幫忙報警 這起恐怖場景就發生在屏東縣萬丹鄉 8月8號原本應該開心過父親節 沒想到這名65歲正姓男子 只是在路旁採青草卻慘遭鄰居暴打 頭部大量出血被打出一公分撕裂傷 還有腦震盪 身體也有多處查錯傷 正姓男子無辜被打 家屬心疼又氣憤 無端被攻擊到頭破血流 當天被害人就報案 警方也依殺人未遂偵辦 但事發已經超過兩個禮拜了 警方卻因為嫌犯履傳不到 就這麼讓他自由自在的活動 也讓被害全家心裡擔心得要命 就怕打人事件再上演 TVBS新聞葉鳳達如品浩 屏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